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迎天之意 祛使佛将会列山而出 这个佛教中的著名的预言 在后世的唐朝开始就被记录在敦煌的遗书中 又被描画在敦煌墨高窟第72窟等好多处的墨高窟的壁画中 还被篆刻在梁州 梁山玉山 瑞相因缘记的大石碑中 就使得刘萨赫的事迹和传说在后世广为流传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刘萨赫和他的预言 在听故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关注 让我们一起来浇灌开心果树 让他结出香甜果实 回馈大家 刘萨赫是东晋时期一代名僧 法名世慧达 东晋龙安三年 他经梁州赴印度寻礼取经 往返十年 途中与高僧法显和梁州僧人宝云相遇 结伴同行 比玄奘早了230年 回国之后又两次西行 在河西走廊弘扬佛法 相传 刘萨赫有超凡的预知能力 凡是他预言过的事 最后都得到了应验 其中流传最广的 就是他对玉荣山识佛的预言 北魏太阎元年 刘萨赫离开中原 同弟子来到梁州 有一天 他和弟子到梁州西面玉山脚下的云庄寺 指着骑风深谷说 这里深谷高崖 苍松翠柏 烟雾缭绕 景象非凡 并有奇彩祥光 且土地纯洁 将来会有绝好的佛陀宝像出现 如果佛像缺头 将遇事天下大乱 百姓遭殃 如果佛像四肢俱全 首尾完好 将遇事事到太平 黎民安乐 于是 众弟子点头牢记在心 他带着众弟子继续西行 经甘州到达宿州 次年 远寄于九泉城西里建 无疾而终 刘萨赫的预言在当时广为流传 虽然人们对他的话似懂非懂 半信半疑 但都在等待真相大显的那天 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一天 雷电大作 山崖震动 只听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像 雨过天晴之后 人们发现断崖上靠崖壁屹立着一尊金光闪闪的石佛 高约一丈八尺 奇怪的是 佛身四肢俱全 却无佛头 这时 人们想起了刘萨赫的预言 佛像残缺 遇事衰败 而天下大乱 当地人无不惊慌 立刻找来能功巧匠 量过佛身 佛头 按比例叼成佛头之后 在隆重的古月声中 进行安放仪式 但奇异的是 佛头一安好 就掉落下来 好多次来回折腾 始终无法将佛头安在佛像身上 或许 这就是天意吧 于是 大家只能打消了安放佛头的念头 此后 约四十年间 天灾人祸连连 北魏皇帝政权腐败 横征暴敛 天下大乱 百姓苦不堪言 而在北魏后宫之中 孝明帝突然驾崩后 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和音之变 北魏权臣太元王 尔朱荣率兵逼宫 将宗室王储和两千多名官员赶尽杀绝 最终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其皇位先后善让于北齐 北州政权 正好应验了高僧刘萨科生前的预言 又过了三十多年 北州明帝宇文玉元年的某天夜里 梁州七里见忽有神光闪现 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好奇的人们 前去一探究竟 竟然在山中发现一尊硕大的石佛佛手 眉宇间放射着祥光 事件立即轰动了整个河西 佛手先被送入佛寺供奉 再以巴台大轿 辗转送到两百里外的玉山 当僧徒们将佛头抬上去 小安放在佛像身上时 神奇的事发生了 佛手刚挨到佛像尖头时 就像活了一样 自动飞到了佛像的脖颈上 与佛身合为一体 而且严丝合奉 分毫不差 从此以后 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这又应了刘萨赫的预言 北周五帝宇文玉知道此事后 派遣官员前往查验 只见大佛像慈悲寒笑 锐光万道 于是保定元年 五帝下旨 调集梁州 甘州 宿州 三州百姓 为佛像修建寺院 三年建成 寺分三处 皇帝赐四名为瑞相寺 此后香火鼎盛 僧侣众多 十年后 见得初年的一天夜礼 佛像佛手突然落地 僧侣官府惊恶 立即将此事报之朝廷 皇帝派出众臣 亲自查验 并举行仪式 重新安放 然而 瑞相白天晚好 结果 一到晚上就自行脱落 反复十余次 仍然如此 时间没有偶然事 神迹点话都不会无缘无故显现 果然 才两年时间 到了建德三年 北周五帝因佛道儒之争 下诏灭佛道两教 全国寺院被焚毁 瑞相寺也未能幸免 随后 北周灭亡 人们看到十佛手掉落与此事的关联 便越加相信刘萨科的预言了 隋朝建立后 在信佛的隋文帝带领下 佛法再度兴旺 瑞相寺得以重建 瑞相不知何时 又伸手复合一体 而隋文帝统领的国家 山河一统 进入安民之治 百姓再次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隋大业五年 公元609年 隋阳帝西巡河西 亲临瑞相寺 玉笔将瑞相寺改名感通寺 并下旨扩建 赏赐大量财宝给感通寺 还命天下摩写瑞相供奉 感通寺因此明满华夏 唐朝贞观十年 感通寺附近还出现了凤鸟碧日的吉兆 唐太宗礼世民 为此派出使者 前往感通寺 实行供养 此后 取经归来的三藏法师 图经感通寺 也在这里拜佛讲经 而唐宗宗更多次派遣使者 到寺院敬奉宝物 可以说唐朝是 诗佛瑞相相活最旺 最鼎盛的时期 先后在感通寺的后巷山顶上 建立了一座七级方形大佛塔 还在感通寺隔着小河南面的金山半山腰平顶上 立起了一座七层小佛塔 两塔外形相似 南北对称 隔着感通寺遥遥相对 于千年岁月 至今仍屹立原处 见证着识佛瑞相的历史盛衰 中唐以后 河西为吐蕃占据 感通寺再被更名为圣荣寺 但香火依然鼎盛 到了元明时期 圣荣寺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而逐渐萧条 从北周五帝与文艺赐名瑞相寺时 隋朝时被隋阳帝改名为感通寺 到唐朝末年又被改叫圣荣寺 清代又被叫做后大寺 在当今中国大陆 名字还叫圣荣寺 那么当今这尊识佛瑞相是什么情形呢 1950年代 圣荣寺被逐步废弃 拆除 到了1958年 疯狂的大跃进时期 寺里的屋柱木材 通通被拆去大炼钢铁了 而失去遮风挡雨保护的石佛瑞相 同样遭遇不幸 石佛头再次掉落 居然长期成为村民牛眷里 又臭又硬的石头 好不容易 这石佛头70年代被发现 又当文物抢救保护了起来 但是迄今为止 并没有被重新好好的安放在佛像上 却成为当地赚钱的器物 后来圣荣寺重建 也颇具规模 放在县博物馆保护的石佛头 也完整齐备 本来早应该奉请石佛瑞相 身手合一 然而几年前 有个佛头 安到石佛瑞相身上 却是原始石佛头的复制品 据说还是举行 所谓开光仪式后安放上去的 真佛头呢 收藏在博物馆里赚钱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现今的中国大陆 是一切向前看 才不管人心和内涵 只看重表面的形式 不讲真正的信仰 这样的假装信佛 敬佛 神佛会搭理你吗 瑞相再次残缺 招视着人们 正处在混乱的黑暗的世道中 不过邪不胜正 黑暗总会过去 当伟大的佛法 再一次兴盛于中华大地之时 相信那时的瑞相身手 一定会再一次合一显灵 刘萨赫的预言 也会再一次灵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